可能大家最近都听到过关于日系车的各种负面新闻 说日系车省油是因为车轻 日系车操控差 用料一般 总之各方面都不好 但是以我个人的经历来看 日系车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不堪 我之前用的是一台大众朗逸 因为是中国市场销灌车型 觉得各方面都不会有毛病 也就跟分白了 但是开了几个车车 那几年之后 朗逸这款车的小毛病就开始增多了 隔三差五的进修理场 德系车也没我想象中的那么耐用 于是我转手只换了一辆二手丰田卡罗拉 这一次的换车经历 彻底改变了我对日系车的看法 可能大家不懂的是日系车的设计 它却是存在配置不高 用料一般的情况 高速也不是那么稳 但是我佩服的是日系车的整车 以实用性为主的设计 比如它的底盘偏向有舒适性 而且我自大接手以来 能开超过十万公里不掉链子的也就只有卡罗拉了 我开车比较稳 也没有出过事故 对于这款车的安全性 我就不发表意见了 但是以实用性的角度出发 卡罗拉开的确实舒适 你想要都开忘记了还不玩 座椅虽然是织物的 但填充柔软 底盘也柔软 人体感受确实舒服 所以在城市里开 还得选择汽车 特别是丰天 今年手头穿越了一点 就想着买个大一点的MPV看看 平常带着家人 孩子出去游玩一下 别的品牌 我还是不考虑了 说的天花乱坠也没用 就耐用这一点 还是考虑丰天 试驾了一下丰天赛纳这款车 感觉这款车仍有它比较独到的优势 比如对老人孩子更友好 混动系统的加持 日常开起来 友好非常低 这么大一台车 居然跟我的卡罗拉友好差不多 这是让我没想到的 这款车搭载的是一台2.5升的 混动系统 是分天最成熟的混动技术 2.5升自吸与电机的组合 让这台车开起来 非常的轻盈安静 系统综合功率 181千瓦 246马力 比别克G182.0T发动机更强 油耗也更低 而且2.5升大排量自吸 也比当下最火爆的腾式D9 1.5T动力储备更浑厚 开车上高速信心很足 还不用充电就降低了油耗 所以实用性还得看分天 除此之外 这款车的底盘重心更低一点 日常开起来会觉得更加平稳 前麦福秀 后双插臂式独立选架 行驶质量非常出色 而且低重心的底盘 加上左右两侧高低设置的上下车扶手 对老人和小孩会更加的友好 左右两侧均为电动侧滑门 并配备了感应尾门 这点还是比较高级的 塞纳车身长度为5165毫米 轴距为3060毫米 车身尺寸很占优势 中央两个独立的头等舱座椅 具有加热通风电动腿拖等功能 超长滑轨的设计 加上后排下沉式的方导设计 不仅拖着了乘坐空间 还换来了更大的后备箱空间 加上全车多达19处处空间 论实用性还得是丰天 其次就是智能化配置 我觉得有个智能语音控制和 IRG驾驶辅助就已经够了 功能太多 珍惜用不上 Toyota Space智联交互系统 支持三屏互联 OTA升级和语音交互 IRG驾驶辅助 支持防喷撞安全系统 动态雷达巡航控制 车道循迹辅助等 全车9个安全气囊 这些都足以满足我对车的智能化需求了 最后就是赛纳的外观设计了 要说最了解中国人需求的还得是分田了 就审美这件事 分田还是最成功的 从卡罗拉到凯美瑞 再到赛纳 每款车型都是那么的经典 赛纳不像其他MPV车型那样 太过于商务化 整体的设计是比较时尚的 特别是它的大单设计 侧面的轮廓设计都非常的大胆 颠覆了我对传统MPV的看法 至少让人看上去会觉得很轻松 没有了那种司机感 这是它设计上的成功之处 所以就实用 保值 耐用 省油方面 没有哪个品牌会做的比分田成功 这是我选择分田的原因 尽管你们无脑黑吧 但看销量就知道了 分田的车还是受大多普通消费者喜爱的 至于如何评价 就在相方评论区尽情的发挥吧 感谢观看